荣誉从古至今都是对战士们最好的奖励 古代时大多奖励钱财 但是到了二战时期 各国军队都逐渐开始 给有工人员颁发勋章和奖章 以及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 对于物质上的奖励却减少了许多 那么接下来我就为诸位介绍一下 当时这些国家二战期间的最高荣誉 很多人对于德国二战勋章 第一印象就是那枚十字勋章 但其实十字勋章是有很多种的 德国于1944年12月29日 设立了精致钻石像术 叶佩剑骑士十字勋章 这是第三帝国队战士们的最高荣耀 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 是二战期间唯一获得这枚勋章的人 他是绝对的狠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他摧毁了519辆坦克 150个火炮阵地 1000多辆汽车 70多艘军舰 还有二架浪 三战斗机 甚至斯大林都愿意花大价钱来招揽他 美国的荣誉勋章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颁发的最高级别荣誉奖章 这枚奖章早在1862年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已经建立 以表彰美国武装部队 在与合众国的敌人作战中 不屈不挠的英勇作战 美国非常重视这一荣誉勋章 因为在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卖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枚勋章是唯一不能合法买卖的奖章 未经授权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 佩戴也是非法的 假如你不是获得者却戴上了它 那你会被判一年的监界 荣誉从古至今都是对战士们最好的奖励 古代时大多奖励钱财 但是到了二战时期 各国军队都逐渐开始 给有工人员颁发勋章和奖章 以及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 对于物质上的奖励却减少了许多 那么接下来我就为诸位介绍一下 当时这些国家二战期间的最高荣誉 胜利勋章授予的标准非常高 必须是战争期间指挥过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官 因此得到这些勋章的将领 都是赫赫有名的 例如诸可夫 华西列夫斯基等等 都是二战时期的名将 除了授予自己的将领 还用于国际交流 先后授予了艾森豪威尔和蒙哥玛丽 这种勋章总计授予了20名 最后收回了19枚 目前大部分都在博物馆 只有一枚下落不明 至今都是一个谜团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是英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奖章 也是最高级的军事奖章 维多利亚女王在1856年的时候 根据她的丈夫 阿尔伯特亲王的要求 设立了这个勋章 并把这个奖章的名字 以维多利亚女王来命名 这枚章是作为对战争中 最勇敢的人的一种奖赏 在英国通常是由白金汉宫的国王或女王 亲手颁发给授封的人 或他们的直系家属 而在其他英联邦的国家 则是由当地的总督来授予 今天为诸位介绍一下 各个国家二战期间的最高荣誉 法国荣誉勋章 是法国政府授予的 最高荣誉骑士团勋章 于1802年由当时的拿破仑创立 以取代旧封建王朝的封爵制度 是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 它代表着法兰西军队和人民的荣耀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勋章之一 荣誉军团是一个将为法兰西共和国 做出杰出贡献的士兵 以及公民组成的光荣团体 而这枚徽章 则代表着他们的荣耀和光荣 由于时代的变化 如今被翻译成法国勋爵奖章 更为恰当 这个奖章颁发在每年的1月4月和7月都会举行 二战时期中国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 是国光勋章 此勋章于1937年11月8日制定 1938年2月20日施行 主要颁授予汉语外务 保卫国家的军人 不过这枚勋章的获得难度实在太高 大约有14个条件 所以至今仅有5人获得 在1949年以前也仅仅有2人获得 其中一人就是蒋介石 他获得这枚国光勋章 很多人都说分量有点掺水 别人都说他是自己制作发给自己